Gigi 今天1月1日是否一份很大的禮物 當然是 亦非常神奇 因為我完全沒有想到自己可以獲得其中一個歌曲的獎項 所以真的非常榮幸 亦希望以後的自己 或者新的一年可以繼續加油 繼續做多些歌曲給大家聽 Gigi 之前就獲得新人獎 今次是歌曲獎 接下來會否再想突破獲得歌手獎 哇 我要繼續加油 亦都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才可以獲得這個獎項 所以歌手獎 我想自己都要繼續努力更加多了 因為今次已經不是你第一次上這個舞台 但上這個舞台會否仍然好像第一次那麼緊張 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只是參加過兩年 所以這兩年的對比都非常之大 其實兩次我都沒有抱著一個獎項的一個期望 所以其實我一入場的時候心情是很平靜 因為你沒有想過自己會獲得獎 但是當剛剛DJ朋友在這裡說歌名的時候 不是說歌名 即是說前面的簡介的時候 其實我是完全毫無波難 因為可能另一位朋友都有關於魔法的一首歌 所以我就應該想應該不是我在否定自己 然後到他們同時間一起唱嗚嗚嗚的時候 我就不是吧 真的是我 然後我就開始心在這裡跳 然後上到台的時候 我本身打算說完 剛剛即時想的東西之後 就轉身下台 其實我有一個動作是轉身下台 然後我想不到音樂一起 我要唱歌 是呀 這個是歌曲 然後我就一片混亂 但是也很感謝大家 還有其實我有一點忍不住笑 是因為我看到我的粉絲 然後還有我的歌迷 他們就在台下坐著 然後我唱完那邊之後 再看那邊 原來阮方還有一位很細靶的火廟 但是其實大家聚集在一起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我很希望自己沒有辜負到他們 Juny就說前幾天單唱的那件衣服 我覺得今天好像很保守 今天是很熱的 對比起上那兩套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裝束 還有其實我應該是第二 其實我也喜歡 那為何人不相信這麼小小 因為今天大家的想法不一樣 誰的想法不一樣 我們的服裝師的想法 和大家的想法 因為我非常欣賞這一位服裝的造型師 所以我很希望他可以做多一些我的第一次 因為今天是我第一次露這麼大的額頭 所以也是第一次穿這麼隆重的一次服裝 所以很感謝髮型化妝和我的造型師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創造更加多可能性 有沒有特別的意思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但是這次刺測的主題是很自然 就是很大自然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次服裝造型師 就給了三套我試 一套是很大紅色的 另一套是帶紅色的 有些花 第二套是這一套 另外一套是一套全黑的 但是會若然有些露腿 但是都是全部沙 落到地下 所以到最後 我們大家都覺得 這個很適合這次的主題 還有 對 大家都說我好像火火樹 所以成功了 會不會和家人慶祝一下 都暫時沒有機會 我想可能要到後來才有機會 因為接著下來 我未必會在香港 所以希望下來香港 或者不在香港的時候 都可以和他們去慶祝 你不說給你聽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